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超过5000家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的市场规模高达243亿 对于许多新手妈妈来说 干净明亮 配套设施齐全的月子中心 是生育后的短暂休息地 营养清淡的月子餐 专业的产后康复疗程 月扫和护士的24小时护理 不光能减轻带娃负担 还能避免和老一辈的带娃分歧 近几年 原本只在一线城市流行的月子中心 开始下沉着县城 一个月花销在2万到5万不等的高昂费用 等同于县城半年的工资 却依然受到了相当多女性的欢迎 开在县城里的月子中心 住的都是些什么人 来自西南省份县城的小李 就用大半年工资 享受了一把31天豪华贵宾级服务 结果却一言难尽 她说除了阿姨还算可以 其他从头糟心到尾 更令她匪夷所思的是 自己辛苦赚来的工资交给会所 阿姨们没赚到 会所也声称在亏钱 开在县城里的月子中心 是个正经的买卖吗 以下是小李的真实经历 一进月子中心的房间 我就感觉不对劲 承诺的套房 现实却是个纸筒间 月嫂阿姨的小床就在双人床前 挪脚都很不方便 除了案台上摆放着的温奶器 消毒柜等家用小电器 这里和200多亿碗的酒店 没什么区别 我问工作人员 这就是25800的房间吗 她说是的 说好的免费医院陪护 零了才说要加钱 答应接送的豪华七座车 实际上却是普通四座车 如今房间又是这个状况 我瞬间火毛三丈 拿起手机就给当时的销售 连发了好几条语音 想要退钱 老公把我劝住了 她说我刚做了手术 身子还虚 有孩子 有老人 还有一大堆行李 再折腾实在不便 不管怎么样 先住下再说 我妈也连连点头 帮我剥去后外套 让我赶紧上床躺着 说月子里千万不能多站 否则就会落下和她一样的毛病 现在还腰疼腿疼 本来因为孩子早产 住保温箱 我就已经担忧烦闷了许久 一个礼拜后终于盼到出院 结果花大价钱订的月子中心 又是如此货不对版 销售总监见我大动肝火 赶来登门道歉 送上新生儿大礼包 还提出让我免费续住三天 只是这份补偿 需要用她的文案 连发七天朋友圈才能兑换 我不愿意 老公赶紧稀释宁人 说她来发 只要我不动气就行 这是我们县最大的一家月子中心 号称赤资千万打造的豪华会所 整整三层 里面据说有四十多项产康理疗服务 有五星级酒店来的大厨 还有KTV 影音厅 瑜伽房等活动空间 当时抖音上的宣传铺天盖地 我无意中刷到 问了句价 便加上了销售 被她轰炸个没完 今天是开放日 明天是新品品鉴会 后天签约就送产康大礼包 经不住她的连珠炮 终于我们还是去看房了 当时去得晚 没有上楼看房间 再去时 是老公交的定金 我也就不清楚具体房型 总之 销售吹得天花乱坠 女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不对自己好点 简直天理难容 自从怀孕之后 我便一直有去月子中心的想法 一来 娘家太远 母亲过来照应不便 二来 婆婆身体虚弱 平日出门都累得气喘吁吁 何况是看孩子 在我们这十八县小城 好点的月嫂都得月薪上万 而且只做产妇的餐 七七八八算下来 合住月子中心也差不多 最近几年 我们县越来越洋气了 高档的月子中心开了三四家 怀孕期间我都考察了一遍 最便宜的 18800 最贵的48800 差距在于房间大小 用餐水平 产康次数 以及月嫂档次 我选择的是中不溜的价位 商家宣称 月嫂至少有五年经验 相当资深 还用视频拆解 这25800元 花得多值日 不光请了月嫂 还有营养师 产康师 按摩师 私人大厨 寻防医生 以及通往本地三甲医院的绿色通道 我琢磨着 这个月和月嫂多学学如何带娃 哪怕是底上了大半年的工资 也值 只是住进来才发现 糟心是源源不断 亲属餐 必须得花钱买 产康一次 平均只有15分钟 全职瑜伽教练 只有礼拜二上班 说好的无限次需用纸尿库等号品 还不到一个礼拜 就说额度已满 让充钱加量 住得越久 我对月子中心的不满越多 唯一觉得还不错的地方 就是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宝妈们 回朗家之前 我在外地待了五六年 在大城市工作 无论是工作环境 社交圈子 还是生活状态 都更接近网络上的主流叙事 在抄假写字楼做白领 娱乐活动是逛书店和展览 每天在互联网最前沿冲浪 谈论的都是国际新闻 一言以蔽之 我也算是个精神生活丰富的都市小妞 回到老家之后 一切都和以往不同了 我在本地一家工厂 找了份月薪三千的宣传工作 打算为考工做过度 我们厂属于传统制造业 女少男多 大部分工人都来自周边村子 下了班还要回家种地 工厂大姐们通常都是我妈的岁数 没几个和我谈得来 而办公室里的小姑娘 也都早早结了婚 上班空闲时 大家不是刷抖音 就是谈论家常里短 作为罕见的几个大学生 我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平常也没什么知心朋友 来了月子中心 第一次参加做手工发卡的集体活动时 我就惊讶地观察到 十个妈妈里八个都戴着眼镜 大家说话都很斯文 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 工作人员让我们做自我介绍 我发现在这个人均工资 两千二的小地方 能花两三万住月子中心的宝妈 要么是老师 律师 要么是公务员和国企员工 还有一些是做生意的人家 只有我一个人是厂妹 自我介绍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职业 大家住进来的理由各不相同 有家里确认照顾的 有外地嫁过来 怕习惯不了本地风俗的 还有一胎没做好 二胎来享受的 归根结底 都不愿经历婆媳矛盾 这年头 大家都活明白了 能用钱解决的事 尽量不要牵扯人情 据我们家月嫂介绍 绝大部分人家都是婆婆出钱 妈妈陪护 当然 公婆基本上 也都是有退休金的老人 和我年龄相仿的宝妈们 大多是家里的独生女 双方父母都盼着孙辈到来 花钱自然也舍得 听说 住三个月算多的 最少的也有28天 还有一户很土豪 家里长辈发话 让孩子一直住到 来暖气了再走 要知道当时还是大夏天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作为产妇们休养的福乐窝 月子中心内部 也迅速凝结成了新的社交圈 在这里 你的受欢迎程度 取决于你的职业 最受追捧的职业是教师 一次做产后康复时 我听到洗头的工作人员 和一位宝妈聊天 得知那位宝妈是我们县医中的政治老师时 工作人员立马换上笑脸 要添加对方的微信 说自己的儿子马上读高二 正筹以后该选哪条路 这回正好来了专家 和我关系最亲近的乐乐妈 也是因为职业和我相近 她是本地电视台的记者 经常去各地跑新闻 我原来也在地产财经类媒体做过 两个人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熟了以后 乐乐妈忍不住和我吐槽 说她本来订好了 省会的一家月子中心 结果婆婆非说 找个离家近的 现在天天往这边跑 本来花了大价钱来月子中心 就是为了不想看见婆婆 如今仍得每天面对 真是不如雇个月扫回家 在月子中心 负责照顾我们家的阿姨 很健谈 午时出头 自我介绍时 我得知她是隔壁县的 在这行已经做了五年 因为家里两个儿子 都还没成家 经济压力巨大 所以选择来做月扫 见她照顾孩子挺细致 我萌生了带她回家的念头 我去护理部找主管要人 他们和我说 阿姨是金牌党 叫价一万三千八 我内心暗吃了一惊 阿姨曾和我婆婆聊天 说自己每月能拿到手的工资 顶多五六千 相比之下 她的工作量称得上巨大 新生儿三个小时喂一次奶 一天换十来片纸尿裤 她得24小时看着 一天连看手机的时间都没有 饶是如此 会所严格的扣钱制度 让他们做错一点事 都得乐捐 取餐不及时扣钱 孩子护理不到位扣钱 如果出现呛奶 湿疹 红屁股等问题 第一责任人也是他们 除了日常护理 月嫂们每天早上还要开早会 晚上开培训会 迟到一次都会被批评 我家孩子需求高 时时刻刻 得抱着哄着 导致阿姨耽误了很多次开会 我非常过意不去 所以会所逼着她向我们家推销各种东西时 碍于情面 我都签字了 比如宝宝的拍摄套餐 明明有赠送的 非要你升级成百天照和周岁照 加起来又是一千多的开销 阿姨和我们提 老公不好意思拒绝 只能乖乖付钱 店里活动要协助推广 赢一些便宜的纸尿裤和绵柔巾 我明确说了不需要 阿姨一开口 我怕她完不成任务为难 也就转发了 会所每次举办完活动 都让阿姨们来要满意度 因为满意度和她们的考评挂钩 不满意也得满意了 怕她们考评不合格后 照顾孩子不尽心 生了孩子之后我才知道 我简直是生了个人质交给社会 为了孩子好 做父母的只能任人拿捏 这一张张满意表 都成了会所宣传的好素材 抖音上铺垫盖地地买推广 吸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大冤种 从此 我再看见大数据 给我推会所的广告 内心无不反感 其实这些也都无所谓 真正让人后怕的 是会所搞资金盘 我快走的时候 工作人员悄悄把我叫到接待室 殷勤地问我感受如何 我也虚伪地挂笑好评 紧接着 他掏出了投资计划书 说入股二十万 就能退回来我住会所的钱 此后每年以百分之三的利率 参与分红 五年后返回本金 还说 如果我给他们介绍一个客户 我就是黄金会员 客户再发展几个客户 我就逐步升级 白金 钻石 黑钻 最后成为老总 不用花钱 以后想住多久住多久 我一听便反应过来 是庞氏骗局搞传销 内心冷笑 就你们这会所 哪能开到二零二八年 不过嘴上还是推托着说 家里经济紧张 蜿蜒谢过了他的好意 他穷追不舍 说这可是正规项目 本地的银行有残股 还给我展示过往投资的客户 说有好几个都是我们小区的 入住前 他已经把我的信息摸了底 知道我住在这片最贵的楼盘 里面还有片别墅区 只不过 他不清楚那房子是我租的 我越听越不耐烦 本来是来月子中心躲清静的 结果整栋楼的孩子放在一起 哭起来震天汗地 一夜也睡不了个胡愣觉 两万五千八的套餐 以为一箩筐包园了 谁曾想 又花了不少冤枉钱 终于盼到快回家了 还要再敲诈我一笔 月子中心不如改名叫做诈骗中心算了 我干脆地打断了他 结束了这糟心的月子之旅 回家后 我在微信上和阿姨聊天 她告诉我 这传销路数已经实行好几年了 老板只要瞅准机会就宣扬 还鼓动他们全员参加 那个满嘴没一句实话的销售 自己就投了二十万 每天寻房的主管大夫也投了十多万 至于处于月子会所最底层的劳动阶层 月扫 钱台和宝洁们 任凭怎么劝也拿不出钱来投资 所以只能从工资里可口 老公好奇地查了查月子中心的公司法人 竟然真的发现 其中一个股东在上海搞资金盘 他旗下的公司以前搞过P2P 有好几条司法执行官司 现在不知怎么又瞄准了月子会所的赛道 估计觉得县城里的贵妇们容易糊弄吧 毕竟这几年 小地方的消费水平正积极向大城市扣拢 只不过能挣到钱的生意还是少数 月子中心这门生意在县城并不好做 县里曾有一套知名的别墅区房子低价出让 我图好奇和老公去看房 去了才知道 那是一家开不下去的月子中心 老板正在赔钱卖房 上下三层小楼被改成了七八个房间 每个房间的装修都是酒店风格 副一层还保留着婴儿游泳池和产妇按摩床 护主说只要买房这些全送 我问他月子中心不挣钱吗 他摇了摇头苦笑一声 这年头什么能挣钱 他说的是实情 事实上在这么很多人想象中的暴力生意里 作为分母的大多数人远没有那么光鲜 听我们家的阿姨说 我住的这家月子中心光装修费就花了七八百万 每年房子的租金一百一十万 员工工资加上运营成本 算下来一年积累要至少一百个客户 才能保证现金流正常运转 前期成本投入堪比省会的月子中心 但县城的人口不过四五十万 哪里来这么多有钱人 我去社区建党时听工作人员说 去年一整年我们小区才不到三十个孕妇 更何况年初很多人养了都打消了备孕计划 我临走前最冷清的那一阵 月子中心整层楼只有四户人家 连平常参观的准妈妈们都没有了 有一次运营小姐姐让我们下楼去冰乐高 当时一个妈妈奶孩子 一个妈妈睡觉 另外一个接待亲戚 只有我一个人参加 运营小姐姐和我面面相去 说今天是我的VIP专场 我则开玩笑唬她 说明天我不来的话 你就赶紧跑路吧 你们这月子中心马上要倒闭了 坐月子期间 有未婚朋友来看我 环顾四周觉得不错 问我花费 我把孩子住院 各种备品 以及月子会所 和回来请阿姨的钱细细一算 发现至少得五万 朋友吓得连连摆手 惊呼她可生不起 本来也不想生 现在更是没钱生 我说 这还没算将来早叫班 幼儿园 寒暑假私处旅行的开销 生孩子花费这么大 难怪没人愿意生了 刚说完 我就预感到 这开在县城里的月子中心 注定是个赔本的买卖啊 月子中心 不是杀猪盘生意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把它转发到朋友圈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里 请